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个白切鸡 首先把鸡里里外外都洗干净 去掉鸡爪 然后用海盐给鸡做个船身按摩 腌制20分钟 这一步最重要就是要把海盐撒到鸡里面 这样的鸡肉才入味 这一步的鸡肉很容易 那一步就会起来 整个鸡肉 比较小的鸡肉 没得到鸡肉 今天我们来看看 这一步的鸡肉 鸡肉的鸡肉 在奶锅里放一大盆水 放入葱姜片和料酒 然后开中火把水烧开 看到这个锅盖油水珠就可以把它打开 放入我们腌制好的鸡 静置10秒 再把它提上来 这个一放一提的动作重复三遍 叫做三提三放的做法 在我们广东也是比较家常和正宗的白切鸡做法 这个就是可以令鸡皮比较爽脆 鸡肉比较滑嫩 鸡肉比较爽脆 把鸡放进水里面盖上锅盖 焖30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一下配这个白切鸡的蘸料 这个蘸料其实很简单 大家估计在很多的粤菜馆里面都可以看到 就是由姜和葱组成 然后往上面撒一点点盐 再烧一点油 招上去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吃和百搭 再烧一点油 来这边看一下鸡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鸡已经变成青黄色 再过了1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鸡汤淋到鸡的表面 这样每隔10分钟就可以把鸡汤淋到鸡的表面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鸡汤的一些用法 我通常会搭配来煮一个上汤菠菜或者是上汤菜心 在这个鸡差不多煮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准备一盘冰水 把滚烫的鸡放入冰水中浸泡5分钟 泡过冰水的白切鸡 它做出来的鸡皮更加爽脆 鸡肉也更加鲜嫩 口感也会更好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白切鸡 下期我们再分享更多的家常菜做法 HAPPY COOKING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